中秋节吃柚子很应景 不过吃柚子又吃药的话就要特别注意了 慈禁医院药学部的主任刘采燕表示说 柚子和葡萄又一样含有福南香豆素 会抑制体内肝脏酵素 降低药品在体内正常代谢 使得病患吃进体内的药 停留时间过长了反而出现副作用 因此在吃药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药品的说明书 而在用药期间避免吃太多柚子 慈禁医院药学部主任刘采燕表示 柚子和葡萄又都含有福南香豆素 这种成分会抑制体内肝脏酵素 降低药品在体内的正常代谢 让病患吃进体内的药停留时间变长 反而出现了副作用 柚子还有葡萄柚 这些东西柑橘类的东西 它因为里面含有福南香豆素这个成分 这个成分非常容易抑制 我们肝脏的代谢酵素 那我们肝脏代谢酵素 其中有一型就是CYP3A4 那这一型的肝脏代谢酵素呢 那正好有许多的药物呢 都是透过这一型的肝脏代谢酵素去代谢的 所以呢这个葡萄柚啦 或者是柚子呢就非常容易跟药物产生交互作用 药师也特别说明了有哪一些类的药物容易和柚子来产生交互作用 比如说你是高血脂的病人 你有在吃高血脂的药 那高血脂的药呢 它有个副作用呢 就是会肌肉酸痛 那甚至就是会有一些肝脏的 这个肝功能指数会上升 那如果说呢 吃降血脂的药 又吃葡萄柚或者是柚子 每天都吃一颗的话 那很有可能就会抑制这个 这个胆固醇的药的代谢 所以你的手脚酸痛的这个副作用呢 就会变得很明显哦 还有另外有一些药物 像比如说降血压的药 有一类的药是钙离子阻断剂 那这一类的血压的药呢 它有一个副作用就是会脸朝红 或者是头晕不太不稳 那如果你又每天又这样子并用着柚子的话 那很有可能你这个脸朝红啊 或者是头晕头痛的这个状况呢 就会变得非常的明显哦 此外还有就是抗霉菌的药啦 就是香港脚的药 或者是心律不整的药 或者是安眠药 那这些呢都会因为使用了这个柚子之后呢 你的副作用就变得更明显哦 刘彩燕药师提醒民众 最近吃文蛋的机会很多 家中长辈如果有服用相关的药品 要帮忙他检视药单或者是药品说明书 是否注明不可以吃柚子和葡萄柚 或者是事先请教药师 在中秋团圆享用美味之际 也必须要小心健康安全 借了也会台东市报道